會有三個SHIT 三個工作表 這三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上面都分別有欄位 那實際上這些欄位呢 你也可以定義名稱 哪一個欄 你也可以分別給他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一樣按F3 就可以來做相關的運算 那另外的話 我們要找到所謂的 這個配股數量表 配股數量表在這裡 那範圍就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業績 實際上就是要針對他 要配多少股是根據他的業績 那如果他的業績是 0萬到500萬 給配1萬股 那以上所以將來 要怎麼配股呢?你可以按照這個 配股數量表去做 查詢的動作 另外稅率表部分的話呢就是 這個股票所得 然後稅率要多少 這邊是第二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裡面 要求我們做哪些動作 我們主意來把它完成好了 首先的話呢第一個 這題比較稍微複雜一些些 那要我們做幾件事情 建立範圍名稱 範圍名稱 那也就是說範圍名稱裡面要做哪些呢? 根據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C1的部分 命名為 這個什麼呢? 總發行股數 然後 G1是分配盈餘 然後 A4到A58是股東姓名 也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制定名稱 那當然制定名稱部分呢 除了可以用那個一個範圍之外 你也可以一個儲存格 我這個儲存格 就是叫什麼名稱 所以各位可以開啟這個檔案裡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C1 C1在這裡 那你要什麼定義名稱呢? 在公式裡面 那直接按一下那個定義名稱 它其實會自動幫你抓前面這個名稱 抓前面的這個名稱 按確定就可以 那C1現在就是總發行股數 那G1的話就是分配盈 所以你定義一下名稱 按一個確定 另外的話 A4到底下 所以你可以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之後 之後的話 然後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做股東姓名 不過它會抓到第一個 那你這邊可以直接怎麼樣呢? 給它一個股東姓名 好吧 那個股東姓名打上去 OK 那範圍A4到A58按確定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 定義那個範圍 然後再來的話呢 在那個什麼 配股數量表 工作 命名 叫配股數量表 就是說我們要去定義這個名稱 那這個動作其實跟我們剛剛 在練習那個H Luca或Viva一樣 這個範圍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範圍就是這個名稱 那待會呢 你按F3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第二個來看一下 就是直接把這個範圍 這個切到這邊 那特別注意上面的不用 A2到C7